刚刚过去的一年 国台办一共举行了18场发布会 我听到的内容涵盖了两岸关系的方方面面 我们是否能在这数百个问题当中 捕捉到两岸关系走向的蛛丝马技能 我和同事借助大数据 整理分析了国台办新闻发布会 147000字的文档 379个记者提问和7159个关键词汇 经过几个通销达旦的数据抓取分析比对 我们注意到 这18场发布会上 就用台海局势的一个关键词 紧张 紧张一词提及频次迅速上涨 11月达到高峰 反复被提及9次 所以让人感受到台海局势的严峻复杂 到底是谁造成了两岸关系的紧张呢 从趋势图看出 两个词汇十分突出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 他们分别被提及389次和337次 这意味着在发布会上几乎每过两分钟就会被提到一次 从这些词汇不难发现 民进党当局的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信 以台独一词为例 去年11月不出现了93次 这相当于在一共53个问题的每个答案里 发言人都大约两次 跳到了台独 与之伴随的未语动词 是34次分裂和19次挑衅 那个月究竟发生了什么 发言人朱凤莲 11月对台独顽固分子苏贞昌 由西坤 吴钊燮进行点名 并公布了他们煽动两岸对立 恶意攻击污蔑大陆 谋独挑衅 勾连外部势力 分裂国家的恶劣行径 离不悍术 到底是谁给他们的胆量 深挖本本数据 我发现了另一个未语动词 勾连 2021年全年出现了64次 其勾连对象 我们当然不陌生 夏虫不可以与兵 赌于时也 台独不可以于统 以于美也 2021年 发布会全年提及美国133次 平均每次发布会提及7次 起初 国台办还在用干涉 来形容美国打台湾牌的恶劣行径 到2021年的11月12月 玩火替代了干涉 在发言人回答 美国以台制化的行为时 被频频提及 玩火 更是成为发言人2021年 对美国所作所为的定性词 美国究竟是怎么玩火 说三道次 颓波助澜 妄加指责军事威胁 这么玩火 就不怕烧到手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打了哪些臭牌和死牌 对台军售 穿越台海 美军驻台 民主峰会 干玩火 我们对此毫不客气地送上一句话 玩火者 必自焚 随后就是一个诈 紧接着甩出一副顺子 2021年 全年12个月 绕岛巡航 心怀不轨者 自己掂量去 中国人民解放军 以实际行动表达了 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 是不好办的 2021年以来 解放军绕岛巡航的军机架数 与频次迅速上升 国台办发布会上 提到绕岛巡航的频次 也在逐渐增加 解放军出现了27次 军机出现了10次 针对绕岛巡航相关问题的回应 通常包括了 抗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采取必要行动 针对台独分裂等关键词 在年底 台湾媒体关注到 2021年 有超过960架次的解放军军机 完成了绕岛巡航 于2020年 台湾公开声明记录的 约380架巡航巡航相比 2021年的军机架数 大约是2020年的2.5倍 解放军常态巡航 常态联合战备警巡 常态实战化演练 多兵种一体化联合演训 已经成为了常态 发言人在五场发布会上 十次反复强调 是针对台独分裂活动 和外部势力干涉的严正回应 解放军演训活动 是为换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过去一年 我们十一次重申 十次证告 七次奉劝 向台独分子及外部势力强调 一个中国原则 不容挑战 反台独 不反台湾 对岛内广大的同胞 我们则关怀备置 2021年疫情持续 发布会上 疫苗一词 累计被提及达到了350次 愿意尽最大努力 帮助台湾同胞 让广大的台湾同胞 尽早的有大陆疫苗可用 早日的渡过难关 话题 国台办回应 大陆是否向台湾捐赠疫苗 更是在2021年的1月27号 冲上了微博热搜 截止到2021年12月30号 上海复兴医药集团 供应台湾地区的复必胎疫苗 已经达到了1333万剂 我们用实际行动 履行了当初做出的承诺 我们将继续秉持 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 造福台湾同胞 切实维护 两岸同胞的生命健康 虽然当前两岸关系 受到了人为的干扰 但两岸经贸往来持续增长 两岸民间的交流合作 从未停止 过去一年来 两岸经贸大幅增长 1到11月 两岸贸易额2982.8亿美元 同比增长27.3% 回顾2021年 国台办发布会 14万7千字的数据 我们发现 台海局势严峻复杂 两岸关系面临严峻挑战 但两岸同胞 走心走心 融合发展的步伐没有停 全年的国台办发布会中 超过五成的内容 涉及反对台主 但也有超过四成 说到了促进两岸融合 全年共集集融合87次 合作178次 两岸同胞交流往来的扩大 和融合发展的不断的深入 民进党或者台独势力的这种操弄啊 必将灰飞烟灭 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 民心所向 美国和民进党当局的拙劣表演 不过是统一进程中的几声杂音 更多的是被发言人一次次提及的 两岸统一 合作 和平 一再强调反复重申的 两岸一定 必然 不可逆转的 走向 统一的未来 中国人民内心拥护统一 热切期盼统一 坚定捍卫 统一大势 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 顺之者亡 祖国必然统一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